你 小心 没事吧 你怎么受伤了 你为什么屏蔽我 你还有功夫想这个 去医院 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幕 有些似曾相识啊 这么严重的伤口 下了飞机就来找我 你胳膊不要了 本来也不严重的 就是刚才被砸了一下 说到底是为了帮我 住院的医药费我来付 你要多少赔偿 也可以告诉我 不用 我去找你 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呀 那天是因为我突然接到了 一个涉外的紧急救援人 我想着要告诉你的 我去找你了 你不在 我也给你打电话了 你没接 后来在路上 我就一直跟他们打电话 对救援的情况 我真的也给你发消息了 但手机突然没电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出去 所以我特地叮嘱了 陆群那个家伙 让他回去之后 一定要转告你的 我也没想到 这小子这么不靠谱 你不是没想到 你是想多了 我怎么就想多了 就算 就算 我没有及时报备 也不代表我不重视你 你不用报备啊 我们是什么关系 对呀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你见过哪个女人 是讲道理的 对呀 你谁要干嘛呢 你干嘛呀 偷听别人隐私 我偷听你 你是宋星辰的朋友是吧 你谁啊 我是清澈的朋友 陆群 你好 陆群 真是个绿色又环保的好名字 可就是你刚才干的这件事吧 太缺德了 其实咱俩不打不相识嘛 这是给清澈的吧 其实啊 我看你刚才头都快撞上去了 你也挺好奇的吧 要不咱俩一起 我知道 我知道其实你在意的对不对 你在意我没有给你发消息 别太高看你自己 我没有把你删掉 说明我们的关系 没有必要太在意这件事 就算你把我删了 我也会想办法找到你 你找我干什么 我 我需要医者 你是医生 如果我的伤口没有复原好 就您这体格梦谁呢 咱们往日无亏欠 近日无交情 怎么不就无亏欠了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原来是来讨办的 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怎么不好好说话了 行 等你出院了 随你跳 吃不死你 死了 我看看 不想回血就别乱动 疼吗 放手 那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你管我生不生气 你要是一直这么生气的话 那我那顿饭不是吃不上了 放开 有时候啊 示弱也是战术的一种 怎么突然 伤了我头 就好了 堂堂宿教官 学院装可怜 正该让你的下属们 好好看看这个样子 不许动 躺着 不过就你这样的 活血也死不了 还真是 只能活学活用 真是如此可教 身手两难 加一分 颜值高 可以加两分 可就是体力不太行 扣三分 我朋友刚刚出院任务 而且他还受伤了 再说了 他一下危机就赶紧 国民把他的危机给删了 他火进火里就跑过来了 这样 看来他救了我们星辰 好几次的份上 靠谱 加十分 满分 那可以 百分之的 这位小姐 看在我兄弟 这么真诚的份上 你别那么苛刻嘛 撒手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动脚 我不是看咱俩都是科学家 表示一下友好吗 是吧 可拉倒吧你啊 可拉倒吧你啊 请保持适当地借下个 百安 喂 你在哪儿啊 我这边刚记书 换了衣服就过来找你 我毕业了改天吧 我今天有事 我们可是也有好的 你等着我 我不在工作室 我在北城医院呢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晚点给你解释啊 我挂了 谁啊 你不是都看到了 你们宋明山喝这口 别担心 别拐着玩散我 我耗哪一口 跟你有关系吗 我 pipeline 天哪儿 富业啊 study it 啊 小子啊 敌戈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宋星辰建院 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 喔 呃 他谁啊 他是悲然的朋友 好 靠那么近 还以为你单身三千年终于脱胆了 嘴巴没法玩啊 好歹我也是新城的闺蜜 这位先生 医院禁止大声喧哗 你是谁啊 你干吗来了 我当时是来找宋星辰 不然来找你 我都要看看 是谁欺负我叫宋星辰 宋星辰 你这 你这穿得啥呀 你没事吧 我倒是没事 事情我听明白了 说吧 要多少赔偿 哥吧 这得问他啊 废话说了这么多 谁啊 我先问的你 你大半夜跑人家工作室干吗呀 你们俩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要你管 表情收敛点 就差拿半个西瓜出来吃了 宋星辰 我再问你 不是 这小子是以什么身份 向我提问 他是以我 好好回答 以我好朋友的身体 过来